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来干燈设计 我是苏宁 你知道你家有多少的玻璃吗? 小到手机的玻璃膜、厕所的镜子、 房间的窗户或是老公暗色的玻璃心 还有大到建筑的玻璃帷幕墙 这些都是玻璃制的 玻璃是室内设计以及建筑常见的材料之一 因为玻璃具透光、额热、额音 甚至有防辐射等性能 对于整体空间的氛围营造 以及生活机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利用玻璃材质打造的隔间 可以放大我们的空间以及创造室内的采光 但是这么常见的材料你真的了解吗? 玻璃又有哪些种类、哪些功能? 不同的设计风格又要如何搭配? 别紧张! 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要让你了解玻璃 那赶快学起来 装修时才知道怎么利用不同的玻璃 来打造我们美美的家 第一玻璃有哪几种怎么用? 玻璃依照不同的样式以及特性 可以被运用在窗户、隔间、屏风或是墙面上 那常见的玻璃有 透明的平板玻璃、镜面玻璃、压花玻璃、烤漆玻璃以及玻璃砖等等 透明平板玻璃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玻璃 这也是大家最常见以及经济效益最高的一种 所谓的青玻璃就是指未经任何加工处理的平板玻璃 因为它无色且具透明感 所以常用于装饰、隔屏、隔间或是柜体上面的门片 但它也因为没有加工处所以它的隔音、隔热效果会比较差 但是透视性高 如果是需要较高隐私的空间就不建议使用 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非强化青玻璃会比强化玻璃还要来得脆弱 若是重碎就会容易造成危险 所以一般来说会建议尽量去选择可以强化的玻璃喔 压花玻璃 压花玻璃是利用撩克了花纹的圆形滚筒 在玻璃的表面上滚压而成 像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长红玻璃或是复古的海棠玻璃 这些都属于压花玻璃的一种 压花玻璃上面的花纹它具有透光但不透视的功能 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模糊光影以及阴影 反而适当屏蔽视线以及装饰居家的作用 也常用于屏风或是拉门上面 另外压花玻璃也可以软化光线以及调和我们的空间喔 镜面玻璃 镜面玻璃又称为魔光玻璃 它是用平板玻璃经过抛光之后制成的玻璃 顾名实义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各种镜子 它常用在悬光或是工具的一些墙面上 来缔造视觉折射放大的效果 那一般我们也可依照我们设计的风格 来选择各个有颜色的镜面玻璃喔 烤漆玻璃 那平常有常看装潢类型影片主题的观众 肯定对烤漆玻璃不陌生 烤漆玻璃就是将陶瓷漆料印刷在玻璃上 干燥之后在精油强化炉将气料融入于玻璃的表面内 制成安定不褪色且附色彩的玻璃 它具有不透光以及不透视的特性 光滑又耐高温 最常被使用在厨房壁面以及炉台的壁面 方便清洁油污油漬以及水漬等脏污 可是烤漆玻璃的单价算是比较高的 通常在空间上大多以重点的最适为主 那这边再跟大家多分享一种比较特别的玻璃 那就是LOWE玻璃 有些地方会称之为低辐射玻璃 它是一种在玻璃表面上 镀上多层的金属镀膜 或是其他化合物组成的玻璃 能够有效阻挡太阳的热辐射 有效地防止室外的热能 进入我们的建筑物里面 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曾经也被豪宅建议拿来当标准配备 但是LOWE玻璃一般来说价格不菲 所以在台湾一般是比较少使用的 2.玻璃选材要注意的是 那玻璃选材呢 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一 玻璃材质呢 最常使用在隔间或是拉门上面 大多呢 都是比较大面积的使用 所以在选材时 我们会比较需要注意一下玻璃的品质 那不只是品质 还有做工的问题 那如果品质以及做工没有那么的好 就容易造成碎裂以及危险 那第二 玻璃也不是说越厚越好 因为玻璃常常会搭配木座 或者是铁键制成的屏风或是拉门 如果是太厚的玻璃在异材质的接口处 没有处理好的话 也会容易脱落造成危险喔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玻璃选择适当的厚度就可以了 那最后就是清洁的问题 玻璃的通透性是这个材质最大的优点 那同时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玻璃材质呢 它容易沾染上指纹 或者是油漬水漬等等 所以呢 如果要维持玻璃的通透性 以及它的干净的程度的话 那我们也要同时维持好 我们自己的清洁习惯喔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如果对于室内设计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 想知道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喔 那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以及刚才设计的FB IG 还有Win的个人生活频道 Win Family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嘿嘿嘿